哈喽同學歡迎收看ASEP凱耶數學 你的題目一定會練習到第一題這種題型 那老師把很多點點點的放在後面 那這裡先來個暖暖暖暖聲 先來個暖聲 來根號3加根號1分之1 根號5加根號1分之1 這個東西 所以你如果是我 我會先化減一個人 畫減一個人 就把它變孤單 因為畫減一個人 不是不好笑 來根號3分加根號5分之1 我上下同成多少 根號3減根號5嘛 對不對 樓上當然也叫做根號3減什麼 根號5 根號3減根號5 所以就等於 好我們繼續喔 樓上就叫做A平減 樓下叫A平減B平 那就叫做負2 負2 我把負號給上面 好嗎 我等一下會把負號給上面 那上面是根號3減根號5 所以負號給他們的話 它會叫做負的 根號3加 根號5 OK 所以根號3加根號5分之1 換減 換減 不是 化減完之後 就會變成2分之2 負更號3加更號5 所以下一個人 是不是也會變成2分之什麼 負更號5 加更號7 是不是一樣的規律 對不對 好 如果你說老師 我不太確定耶 那我再算一個給你看好了 齁 老師就是拍名啊 有沒有 你們講不會 我們就要乖乖的算給你看 哪有這麼好用的 對不對 根號5加根號7分之1 上下同乘什麼 根號5減根號7 根號5 減根號7 好 應該現在有人在念說 哪有 我有沒有叫你自己講 你自己愛講的 反正我都會了 對不對 來 A平減B平 那就是負2 那就是2的負號給上面 是不是就是負更號5 加根號7 好啦 反正總而言之 我就變成一個大的分母 叫做2 那這裡你就可以寫負更號3加更號5了 再來 下一個叫做負更號5加更號7了 再下一個叫做負更號7加 根號9了 所以答案就等於 中間都消掉 對不對 那根號9叫做3 所以變成3個- 根號3 答案就出來了 這裡加減加減約掉 所以等一下的後面即使在拉多長 中間都是消消的 好 這是第一題 這邊老師放了3題 混合運算的 喔 又來了 樓上是根號27 根號27 哇喔 這種題目怎麼算 第一個 一樣把它拉出來 中間是減法 對不對 中間是減法 好 再來 那這個叫做根號 這個叫做根號27加根號7 所以老師把它稍微調整一下方向 盡量避免負號 當然負號也沒有很難 齁 但是盡量如果你想避免你就避免掉 這個就叫做根號27 減根號7 減根號7 樓上咧 我就根號27 減根號7 減根號7 是不是都一樣 好 再來 這裡叫做根號的21減4分之1 那樓上樓下呢 一樣同成根號21加4 根號21加4 好 等於 我們開工 先看一下這一個 下面會叫做20 可以接受吧 因為a平方減b平方嘛 20 那根號27乘上去呢 根號27跟根號27重逢 就會擁抱變成27了 再來 減掉 那個根號27其實是9乘3喔 9乘3再乘上那個7 所以你知道那個9是可以跳出來的 所以減掉3倍的 根號21 OK 好我們繼續減掉 後面叫做a平減b平 所以21減掉16會叫做5倍 所以這是5倍的根號21 加4 OK 好 再來呢 就往下 就等於 不是都可以變成20倍嗎 對不對 然後就變成20倍的 這個招鈔 27減 呦 瞬間移動 減3 根號21 這個上下同乘4倍 同乘4倍 我講過了 我會在這裡寫個負4圈起來 好 我再幫你把它加黃 我再幫你把它加藍 我再幫你把它加藍 我再幫你把它加 綠 好了就這樣 所以你聽好喔 負4乘進去的 所以它是負4倍的 根號21 再減掉16 別忘記喔 正負號不要再出錯 所以就等於 最後終於了 20分之 27減16 11 減7倍的 根號21 WOW Wonderful 有沒有感覺很有成就感 對不對 這個才好玩嘛 好 再一題 第三題 比剛剛好多了 是吧 好 所以這裡就叫做 4根號3-根號32 上面叫做3加根號6 好 老師之所以想要講這一題啊 是跟你講說 欸 我上下其實同乘4根號3 加根號32 也可以 但是 再來一個小小的技巧 好不好 你知道根號32是什麼 根號32 它其實是等於16嘛 乘2 16叫做4根號2 所以其實 根號32也有一個4倍啦 所以我想要講的是 那我們就把那個4倍提出來 是不是就會變成根號3 減掉根號2了 對不對 這有這3加根號6 Understand 你的 齁 根號36 沒有 根號32是4倍的根號2 所以跳出來4根號2 4根號3-4根號2的4倍出來 好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你上下 你上下就乘上根號3加根號2了啊 根號3加根號2了啊 對不對 好 所以就等於 你說這樣有好處嗎 乘起來才不會那麼的大啦 OK好 我們來看下面 A平 A平-B平 A平-B平 那不就是3-2 1樓 所以樓下叫做4 樓上只得乖乖乘齁 3根號3加3根號2加根號18 跟號18 進來叫做3 因為92嘛 所以3根號2 然後最後再加上根號12 根號12叫做4乘3 2根號3 好 終於快搞定它了 這個就叫做4分之 5個根號3 等一下 根號2寫前面 長又有序齁 6根號2加上5倍的根號3 搞定 好一次三個題目讓你開心 寫好寫滿喔